英里先生上次在宣傳部有幫我們展示的預告影片 今天終於要有更多的故事活動的內容囉 到底會是什麼 讓我們請看宣傳影片 我們很願意聽你的眼睛 女兒後有更多的故事 我們有更多的故事 我是能讓你自己成為的 而且我相信 所以讓我來看你 成为了最早的 成为了三十七平桐生和你 那天啊 那天啊 哪里很深的 那天啊 不像他有我 那天啊 照来 在早前 实际上 我老婆 是 说 我不是在那一場的戦,但是我喜歡的某些人 也就是一個社長隊,我幫你幫你幫忙 我怕你不要去做什麼 你這場是神給神給的力量,你幫我做的力 這場是什麼事情在裡面? 如果是真的住民是靠路,請查一下你的宇都宮 你成为爱的 ическая, Czy很不漂亮 也这么漂亮 远却不 nighttime 和我今天 ustальное喜爱 我不能 SagittUны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8公尺吗 聊天室有公道部的吗 有没有在练剑道的 公道 讲错讲错 就是我们知道说 就是童笙他的设定是 我们公道部 难得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没错 很强 哦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 来到他的故事啊 好 而且这个特别偏到底是什么特别偏呢 为什么有特别偏呢 我们有更多的介绍 请交给AJ 好的 我们下一张 跳太快了 你刚才没有说 还没第一张 抱歉 我们的美图来了 对 我们要先秀一下这张28公尺的永恒 太美了 好了 那我们从明天开始呢 4月26号 早上10点起将举办我们的新故事活动 28公尺的永恒 那必须通关主线故事第一张才能游玩 嗯 那要注意一下哦 虽然第一张就能游玩了 但是会提及主线故事 第四张前篇Day 2的剧情 那还请留意一下 哦 如果会在意的玩家朋友们呢 就要看一下自己的主线是不是已经玩到了哦 对 没有错 那这一次的剧情呢 是童笙为了找回实战的感觉 和31A部队一同行动 那或许也归功于31A部队从旁辅佐 一行人顺利的完成一场又一场的实战 那此时呢 在任务地点 他们经历了一场奇妙的邂逅 哦 到底是什么样的邂逅 是刚刚一直在呼唤他那个 妙将 妙将吗 对他们刚好有遇到一群人 不知道是不是 然后一直围着他们然后就这样 他就这样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呢 我刚才NPC很喜欢这样 忍不住一直想学那些NPC 好美哦 好我们下一张 是的 好的 哇 那这次的故事活动是特别偏哦 将会有春眠旅团的3D演唱会场景登场 哇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哇 哇 现在一直出3D演唱会 好用心哦 而且他是在这之中的 活动之中的 对 他是在活动中的这个3D演唱会 对对对 哇 期待 好 那我们要 要玩到这首歌加到演唱会模式的话呢 需要通关我们的故事活动 28公尺的永恒 好 那就可以解锁我们的3D演唱会了 那所以大家记得要去解锁一下 是 有观众我们科普了 是那个把的距离 对关 对 把的距离 28公尺 哇 浪漫浪漫 好的 那接下来是要介绍这个3D演唱会的场景 是 会在4月29号礼拜一的下午5点 日本的官方YouTube进行首 哦 对 sorry是7点 7点 7点 不好意思 是 可以在官方YouTube的频道公开啦 所以各位 大家一起去朝圣 要帮我们的3EA部队应援的话 记得锁定7点的首播 帮我们打扣哦 有人说这就是我们克德金吗 没有错哦 喂喂 但是我们有用心在游戏上吗 你们堆叠上去的 对 大家一起努力堆叠出了3D演唱会 哎 值得好不好 非常值得 嗯 是 就可以看我们这个3D演唱会的场景啊 是的 好的 好的 好请大家锁定时间啦 好 那这一次呢 还有个比较特别的部分哦 就是在我们这一次活动里面 活动画面的某个地方 真的是某个地方 他会有一个套法清单 是这一次新登场的 那可以挑战强度极高的敌人 到底会多高 我们目前也还没有拿到情报 对 但是就是如果有 新新挑战的玩家朋友们啊 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 套法清单哦 没错 我现在有点害怕 他会不会就是意识成等级 没关系 他说不用挑战此敌人 也能通关故事活动 对 还好 你可以路过嘛 对 就是给你额外做挑战 但是你可以去试试看 对 挑战看看你的实力 就知道这个敌人到底多强 没错 那会不会额外奖励呢 这个到时候也要请大家 想看公告啦 超强敌人 怎么可能没有额外奖励 这个就不知道了哦 不然天空那么大方 哈哈哈 一定有 吧 对啊 我们不要替人家背书 啊好 不好意思 总之 更多的情报 明天就知道了 对对对对 明天就知道这到底多强 是 那此外呢 我们这次活动交换所登场的角色是 周围 登登 登登 是我们的小丽媛飞鱼 是 扶手的剑光 那他可以在我们的故事活动通关啊 18公尺的永恒里面 那同时也会举办期间挑战的积分挑战 那我们打完呢 可以拿到这个交换所的奖牌 是 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小丽媛飞鱼哦 嘿 那关于他的技能呢 我们后面会再介绍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的精选白星战星探索 还有谁会登场呢 请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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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owanie 添猫 天哪 我剛剛就在等聊天室 一定要開窗 太美了吧 因為剛剛宣傳影片 只有先看到 就是美野的美背 然後我們接著又看到了 尖元千惠的新造型 真的是想到不行 我們這次精選 白金展新探索 將會登場的是 SS戰術型態的 尖元千惠 尖元科技魔力塔 以及我們同學美野的 轉瞬一夜夢火 兩個角色都美到不行 太香了 我覺得他那個小蘿莉 這個心機很重 他就拿了一個 拿了一個大家喜歡的東西 哈哈哈哈 因為是打屬性嗎 欸這也不是 你用來打什麼 打什麼 來我們有比較大張的圖 我們來看下一張 先來看美背 來 同眼 那個童聲嗎 對 好我們的童聲美眼呢 他是一個冰屬性圖 圖的攻擊 那可以看到他手上有一個 花火 嗯 非常漂亮 轉瞬一夜夢火 跟這個有關係嗎 哦 因為花火的象徵就是一瞬間 會不會 就美了對不對 就有一個感覺 會有遺憾的感覺 我不知道 我亂猜了 我亂猜了 我不知道 我們在介紹戏人 都在介紹戏人就知道 對對對 先哭一下這樣 不要亂哭 不要亂哭 你在這個遊戲哭很危險 你知道這個遊戲 讓我 不能在外面玩 哈哈 哈哈 因為我因為不小心 就會突然覺得好感動 然後我就開始擦眼淚 我真的不太敢在外面玩 就是劇情的部分 是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美野的特色 還是要在啊 像他的狐狸面具 但是我 不是 主推 同聲 所以我不確定 這個狐狸面具 好像有一點點不一樣嗎 對 不一樣 對不對 我覺得他之前是 變白色吧 嗯 顏色跟他的服裝 是有搭配到 沒錯 好 那以及這次露出的 美背 等一下想看更多的正面嗎 會讓你們看的 沒錯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監援千惠 哇 那他也是冰鼠 所以大家是打攻擊的 真的是打 打 比如說是這一根嗎 對 打起來 打起來 然後旁邊有 翩翩飛舞的 蝴蝶 然後這一次我覺得 真的是這個角度 這個 這一張圖的角度 非常厲害 等一下我們不會被黃 沒有 沒有 這他穿很正常啊 落影落線 對 我們的絕對領域 露出了 他其實有種帥蘿莉的感覺 當然說蘿莉很可愛 可是他其實是很帥的 因為他的這個蘿莉塔的風格 是有一點軍服風格 有一點軍服的感覺 然後穿著高跟鞋 等一下聊天室 就可能會很說 彩彩 然後彩彩 哈哈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今天也有準備了 實際展示的部分啦 那我們就請AJ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技能的部分 好的 也會讓大家看一下3D模組喔 好 那我們先看技能 好 那我們先看這個 他的新的技能 落影紛飛 那他會賦予自己 櫻花之劍這個效果 那櫻花之劍是什麼呢 櫻花之劍呢 是提升你技能攻擊的傷害 然後還有簡易技能的效果的一個BUFF 接下來說就是你的 呃 提升技能攻擊的傷害值 會提升更多 然後還有你這個debuff的效果 也會給的更多 喔 他是給自己一個這樣子的BUFF 然後所以接下來他用完 這個給自己BUFF的 給 給其他BUFF更強的BUFF 對 一直疊 然後再用他的 這個專屬技能 也就是 轉瞬一夜夢火 然後這個技能呢 是降敵人全體的防禦力 然後還有 冰屬防禦力 然後他是回合永久的 永久 對沒有錯 最近出了 不少降屬性的 這個回合永久的技能 然後他就是冰屬性的這樣子 然後他會以冰屬性技能進行攻擊 然後 對全體敵人降低回復能力 也是 永久 也是永久的 喔 所以我們這個落影紛飛 跟我們的冰華 牽射萬劍非常的搭 沒有錯 就是要搭配 關鍵字喔 永久 沒有錯 永久 然後他也要注意 就是他這樣SP小小其實 還是略高一點 喔 來到15 而且他重點還要給自己 開落影紛飛嘛 然後他5加15 就是20 喔 就是會需要 多一點SP這樣 然後落影紛飛究竟能 有多高的效果 就是這個debuff能 給到多高 可能還要再 實測一下 對 實測看看才知道 對 是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 看一下最期待的 我們的奧章 先看大廚 欸 他 露腰耶 喔 這 細節 剛剛細節沒注意到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擋住了 那個字擋到了 對 來 我們等一下 看3D 就可以看到他的側邊 側邊 我要看側邊 啊 喔 衣服有點擋到 哈哈哈 不好意思 冷靜 這個 哇 這很細節 大腿耶 大腿側邊啊 太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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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gen老師 哈哈哈哈 Yugen老師我操 好 先看美背 啊 太香了 蝴蝶姐 點綴得很好 是 而且他頭髮 他是盤起來嘛 然後上面有一點裝飾 然後還有他的 蝴蝶面具 嗯 喔 他赤天使 非常的帥 對 他這之後會 他的 弓箭的時候會展開 弓箭會 變形展開 那個很像翅膀 對 嗯 嗯 我真的沒有發現 我那個 他剛剛側邊那個小洞 對 那個就是 你發現之後覺得 哇 這個又加分了 加分 超加分 超加分 請人說Yugen老師我的神 真的 他非常瞭解 大家喜歡 大家喜歡什麼 然後把他藏在一個地方 當你發現的時候 你就覺得 嗚 哇 哈哈 哇 這時候我都會很想要旋轉 看看他不會飄起來 但是是不會 他這個 這是要公道服吧 輕微的物理宏 嗯 嗯 嗯 優雅 對 氣質 哇 東方美 真的 然後極具帥氣 嗯 好 接下來來看我們的 監援千惠 好的 千惠 哇 哇 聽從 懲罰 行技能 懲罰 懲罰 懲罰你囉 這邊是懲罰你 那這一招是可以提升自己的 暴擊率 然後還有追加回合 那追加回合的話 大家要注意一下 有以前幹過一件蠢事 開了追加回合發現自己 SP 沒有SP開大招 你就進了一個追加回合 但是你就 什麼事都不能做 只能普勾 哈哈哈哈 什麼都不能做 所以這個近追加回合記得 先算好 先算一下你的 SP要注意喔 嗯 好 然後接下來他的 專屬的大招 是蘿莉塔火力全開 那他是提升我方全體 冰屬性技能攻擊力 然後還有冰屬性的爆傷 然後會給敵人全體冰屬性傷害 然後在追加回合內 消耗SP是減半的 這點要注意 關鍵了 減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原本消耗SP要14 才可以使用這個技能 但如果我們是在追加回合的情況下 來 5加7 12 去找12SP 你就可以發動這個技能喔 嗯 所以自己要算清楚 就是12SP的時候可以開 對 先升一下自己的爆擊率 好 然後再來提升我們全體的爆傷 然後還有冰屬傷害 是 好 那我們這邊一樣來看一下他的 3D 3D 哦 我只能說這樣插圖 很棒 這個反送力群 可惜了 你很棒耶 欸 嗯 看模組看模組 我好期待 嘿 好 我們來看一下模組 哦 哦 哇 他這個 有點剛耶 我覺得他這一次的赤天使跟服裝搭配得非常好 你看他這個 很有一體性 是 非常搭配 包含顏色跟設計的部分 好 好的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大會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目前呢 因為直播設備的調整 訊號會比較不穩定一點 那再請大家稍等一下下喔 我們可以體驗這個美好的畫面 我們可以在那個往下一點再看一下 往下一點點 看一下鞋子的部分 哦 金軒 可以輪印 啊 輪印 哎呀 我們可以輪印到大腿 好的沒有問題 原來在看大腿啊 這是你說的 不是我說的 我做這件事有點危險 我是受你之心 沒有啦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要稍微有一點時間調整一下 讓我們多看一點美好的東西 好 沒問題啊 哦 非常漂亮 對 好 那我們再慢慢往上 因為他那個 他大腿啊 就是有綁一個袋子 我最近才看到有人在討論說 綁那個袋子到底會不會不舒服這件事 這沒有什麼舒不舒服的啊 美觀啊 造型 好看 如果你綁到有一點勒痕 擠出一點肉 又不一樣了 真的 香 對 原來是這樣子啊 我這樣講是可以的嗎 你可以講 你這樣講是可以的 但我這樣講是不行的 哦 OK OK 好 那我們再往上往上喔 好 好 哦 他這次還有 就是你剛講的比較有軍裝的風格 對 軍服感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他的臉 他的手套 他也是做一半 欸 這個真的很 然後搭配他那一根 就是 就是很適合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比全部的手套 一半的手套好像更帶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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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我們到底是什麼發言 哈哈 危險 危險 好 然後再看他的小屁風 非常的可愛 欸 這一套我真的覺得很不錯欸 除了刺天使以外 可以建議那個 Cosplay 那個 衣服可以開始做這一套這樣 而且不要做刺天使的 不是 我覺得這一套衣服 日常穿也超可愛的欸 對 不要說我們一定要就是Cosplay 我覺得光這個衣服的風格 嗯 超可愛 超喜歡 我也覺得很好看 嗯 而且他上面的帽子啊 喔 我們會覺得更有那個 女王風格 可能因為那個帽子嗎 嗯 對 那個軍裝的那個帥氣感 而且顏色也都配得非常好看 嗯 是 好 欸 怎麼了 你怎麼保守了 哈哈 欸 AJ 你怎麼保守了 我一直以來都是非常保守 並且尊重的好不好 哦 哦 OK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這種風格的 是 然後那這邊是我們千元千惠的3D模組啦 那接下來我們有幫達準備了小莉圓的技能介紹 好的 好的 我們這一次的劍聖呢 嘿 也是圖屬性的 哦 終究沒有變成斬屬性 是 哈哈哈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的新技能呢 是打全體 然後冰屬性 然後是花SP7 7 的冰屬性圖傷害 嗯 然後但在反作用力的影響下呢 會有兩回合無法行動 哦 所以他就有點像是我們 降低了一點SP嘛 對 然後但是 就是多了一點副作用 那SP降低一點這樣子 是 嗯 那就 有所取捨 對 有所取捨 嗯 因為我們其他通常看到有含屬性的全體傷害 通常都會來到可能8或9 或甚至10SP才可以發動嘛 對 比較道中輕小怪用的技能啦 嗯 對 好的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小莉圓飛羽的技能介紹的部分 可以說圖片炸雞嗎 哈 什麼 沒有炸雞 哪有炸雞啊 我們才沒有炸雞好嗎 劍聖 然後拿槍 沒有問題 哈哈哈 沒有問題 這是他的個人特色 非常有特色 嗯 沒錯 而且我最近剛好就是又去玩了他的 那個故事的部分 就覺得 真的很有趣 這個角色 沒有錯 好 好 那接下來 我們也幫大家統整了我們技能的部分啦 來 可以 讓大家 好 那我們稍後呢 也會幫大家準備就是技能的圖片 讓大家可以方便截圖啦 沒有錯 那這時候大家應該開始好奇 他們的突破極限 會是什麼樣的加乘效果 觀眾可以猜一下 他這次技能突破算是比較 美野的技能突破算比較特別一點啦 我覺得他應該就是設計 怎麼說 嘿 我覺得可能會有點依賴突破 哦 因為他的技能現在要吃一個5SP 再吃一個15SP 嗯 那會有點吃重 然後他的被動可以讓他這個消耗稍微再低一點 哦 我這個蠻明顯的 蠻明顯的 蠻明顯的 一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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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整體組起來就是很強 就強 像其他隊可能就是 可能上下上下上下 然後之後一直 啪突破天氣 然後這隻拯救了整個神經 哦 我們出來了 統整出來了 有搞頭嗎 看一下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我們同生美野的統整圖片啦 那他是Debuffer 我們智力來到110% 那絕佳數值的部分呢 有智力、精神以及寶珠強化他的簡易型技能效果up 好 那我們這邊有幫大家再說明一次 就是爭議效果 櫻花之劍的部分啦 他是可以提升我們技能攻擊的傷害值 跟簡易型技能效果的增益效果哦 那此效果是無法重複施加 哦 注意一下 嗯 嘿 然後大家可以看他突破3的技能就是 開場的時候就直接賦予自己 櫻花之劍的效果 一次 等於說其實你開場就突破3 你有這個效果 你就不用再花5SP 去幫自己賦予這個櫻花之劍啦 嘿 然後畢竟那時候也有閃光嘛 所以SP的這個負擔會再小一點 嗯 那另外要注意一下 是我們洛英紛飛翼這個技能呢 他的技能等級固定是level1 對 他不能再升 無法透過戰鬥或技能指南升值 是 這要另外特別注意一下 來 那這邊就是來統整好 方便截圖就是趁現在 我忘記講一件事 他的專用技能上限是一次 對 神上限是一次 這比較特別一點 是 嗯 只有一次喔 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到的是我們監援前輝 哦 哦 那他是buffer 那智力也是來到110% 那追加數值的部分呢 也是智力精神 那保珠強化有攻擊力上升技能效果的UP啦 這也是搭配他的專用技 沒有錯 然後他圖3的話是讓你的技能攻擊力上升效果會提高30% 在追加回合裡面 在追加回合裡面有 嗯 會再多30% 哦 那他追加回合真的很OP耶 對啊 就是 爆 你已經加了一個爆擊率了 然後傷害再加更多這樣子 對 然後你又可以幫自己全隊隊友的技能攻擊力上升效果再加30% 是 哦 那肯定圖 嗯 對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監援前輝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三張嗎 有嗎 小莉圓 是的 我們的小莉圓飛羽的部分 那他是加在靈巧跟運氣有70% 他是個breaker的角色 是 那保珠強化也是技能傷害UP 那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我們先看到他是突破極限3的時候 冰之意志是行動開始前位於前衛 他的前衛的冰屬技能攻擊力可以加12% 那突破10次來到冰之指揮這個專用技能則是 行動開始時衛與前衛 跟DP在80%以上的時候呢 前衛的冰屬性技能加18% 所以也就是突破10的時候是30% 沒有錯 嗯 OK 嘿 好的 那這就是我們的小莉圓飛羽 好 那這邊大家看完我們技能介紹之後呢 我們也幫大家準備了實際戰鬥的展示啦 那今天的近戰鬥我們就要交給Sandy囉 是的 我要很認真的玩 好 今天要挑戰的寶玉侯母是我們SINISTER & LEGUTAS NEED LEVEL 2 你居然唸得出來 你居然唸出來了 你居然唸出來了 你看 但我也把我唸的是不是對的啦 對對對 你唸得很對 有這一個這一關 然後陣容我覺得聊天室要開始幫大哥哥加油了 大哥哥加油啊 我只好幫Sandy加油了 這個應該 好 看一下我們的陣容 還有我們的陣容呢當然就把我們的美夜千惠放進來 然後搭配了冰屬的朱莉 辛蘿 還有我們的大馬 跟大家非常愛用的利益 很常看到他耶 他真的太好用了 因為這個加連擊 好強啊 是的 沒錯 加起來 好的 我要出擊啦 GO 呦呼 不會我這樣第一個翻車的啊 不會啦 不會啦 不可能吧 哎呀 Sandy 不可能吧 壓力很大喔 你好煩喔 不可能有人翻車吧 Sandy 你好煩喔 雖然每次他們都會說 一直幫大哥哥加油 我們不會翻的 不會 不會 那我們第一回合就是 先伊達我們來個重點保養 其他就先普通攻擊 先提升一下SP 是的 請你帶他 加起來 來 欸 我要把那個加速拿掉 呃 等一下 等一下 放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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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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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先醞釀 好 好 我們全部人先換掉下來 下去休息 那我們印下的第七技能 加給伊達 好的 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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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無中生有 X部隊就喜歡獻 對 獻起來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前面先存一下SP 採訓 好的 那接下來是 陰填國際 然後這個 換一下我們的 監援 冰凍奇景 全體加防 噢 星羅可以幫我們 加 是 技能 冰技能的攻擊力 還有 防禦力 防禦力很重要 然後他們只要用一下治癒 那監援呢 用個寶可回復 好 那對 因為受傷了 我們回一點 回一點 補一下 對對對 那一下 好痛喔 我覺得我好可怕喔 沒事沒事 好 補起來 補起來了 好 他看起來好兇齁 沒事沒事的 剛加過防了 死不了 哈哈哈哈 你是有一點痛 對 蠻痛的 然後全部都換掉 然後我們 伊達要放個 哀傷的雪花蓮 好 那這一招特別是 我們除了針對 CP有加成以外呢 用這個技能 Break敵人的時候 Overdrive 會提升150% 讓你們看看 什麼叫做你的回合 還是我的回合 好 來了 那禮物就打下來了 有啦 伊 nations有了 滿了滿了 剛剛是覺得我們 OVERZENF很短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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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東們 OD到2了嘛 直接發動它 好的 剛有一個 多了兩個回合 沒錯 我剛剛有一個沒有破綁 我要針對他 好 我們要換下一個敵人針對了 對 沒錯 那現在換成童笙 印下跟國劍 好的 我們童笙就用著若鷹紛飛 剛剛說的那個 只能用一次的對不對 當地上班 啊不是 他的大招才是 喔 這大招 喔 這個一次 若鷹紛飛 然後再印下的第七技給我們的伊達 好的 好的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的國劍 要幫他加個連擊 大馬獎就普通攻擊 走起 好 走起 連擊加起來 沒事沒事 你現在做得很好 很好很好很好 好啦 我做得很好 好 來 那我們接下來要讓 我們伊達回到前排 是 這樣子 我今天想要同時才要跟那個 冰華牽涉萬劍 喔喔喔喔喔 他的降牌 對 然後他的第七技給我們的 監緣小寶貝 然後再來我們的伊達進來了 記得把那個畫面 對 先把伊達 畫面可以調 速度可以調 喔喔喔 好 OK 好的 可以看他的大招了 先把他的大招 先發動我們的水柱自己能 強化一下 來了 哇 喔 這個櫻花 然後展開他的四天使 展開他的四天使 哇 哇 就劍化為櫻花飄落這樣 然後我們接下來是伊達的畫面 就會覺得有點可愛 喔 有了 又滿了 然後我們在之後 又是我的回合 又有了 好的 那我們就繼續發動 好耶 他是我們的回合 好的 接下來是 Libr生 然後印一下 讓我們換成國劍 Earth 後面打牠 牠就會更痛 那我們印下無中生友給監援 然後呢 我們的 我記得用這個 讓道宣言 也是一樣給我們的監援 因為牠來幫忙加暴擊率 還有仗心眼針對 針對牠若冰友 這要加速嗎 好 加速也 好的 因為這邊我們蘿莉塔還沒有放招 好 我們兩個都上了 脆弱了 我們現在脆弱上好了 好 然後我們這邊 Overdrive第二個回合 監援千惠要出動了 沒錯 但是我們這邊脆弱還可以再上一層 是的 我們用一個 這邊要先用懲罰了 要懲罰人了 懲罰 然後國劍一樣是讓道給我們的監援 對 等於我們暴擊再加一次 哇 你飯要加多少暴擊 一直疊 一直疊 一直是我的回合 對 我一直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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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加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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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哥的回合喔 抱歉 我們今天沒有大哥哥的表現 是的 呵 好 那這邊已經來到了監援千惠的追加回合 來了 蘿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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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記得關 好的 哇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打開了打開了 他是鋼彈喔 他是鋼彈 一波帶走 他真的是鋼彈耶 那個破擊砲那種感覺 超帥 超帥的 哇 我沒翻車 我過了 你很棒 而且你是輕輕鬆鬆 沒有 沒有 有你們在幫我解說 太強啦 耶 只是 我原本 我想像是他會拿那個鞭子出來 鞭子呢 你是有點失望是不是 沒事啦 鞭子讓我們的模組利用 對 OK 但我們戰鬥的時候 因為鞭子不是赤天使 對嘛 他不能攻擊到新IT 對嘛 那鞭子是攻擊玩家用的 就跟我們的小莉圓一樣 對 咕咕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 新角色的展示啦 哇 大家是不是已經準備好 明天抽起來了 抽起來 抽起來 在明天早上 4月26號10點 就會開始我們的 精選白金戰型探索 分別就可以抽到我們的 SS型態的 千元千惠 以及同聲美也囉 是的 好 那我們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還有接下來的更新情報 我們來看到下一張 是關於我們這一次的精選白金戰型探索 會有獎勵亮表 這個很特別喔 每進行一次戰型探索 便可以累積1 亮表累積到一定程度 就能獲得道具 然後這次的主畫面中呢 同聲和監元的SS戰術形態 也會有動畫跟語音 我們會來用實際來介紹給大家 是 我們稍微展示啦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先看我們的亮表的部分 20可以拿到我們的萬能戰型碎片 大家最愛的SS 一枚 那50則是必出SS戰型探索卷一張 那100的時候呢 會可以拿到SS的萬能戰型碎片兩枚喔 好 那再來是200也是必出SS戰型探索卷一張 那要注意我們這個戰型探索的亮表上限是900點 如果超過上限獎勵就會被捨棄 那以及這個獎勵是無法繼承到其他的戰型探索啦 所以各位至少50起 50中起 CP值比較高 對 真的 我就算這個角色不對 一定抽 肯定抽 這個亮表真的非常優秀啦 是 這個亮表呢 將於明天的戰型探索畫面登場 就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 來準備好展示了嗎 好 準備好了 我們來展示 我們先從同生沒也的主畫面開始 像他不行 我們來聽一下他的語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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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仔 思伊 不是 他的他 他的後井包小姐他背也不在意哦 哈哈哈 你突破盲點 對啊 他是背 在意圓在意 這是後井的 大馬的弦 啊 招式的 連綿永恆 還有什麼呢?再來 等下聊天室就要說去去去都去都去我去 我去我去他們不去我去 好可愛 好可愛 日本傳統文化保存同好會 請在這個申請書上面簽名 他真的是最佳代言人 他真的很喜歡拿出這個 因為畢竟現在會員只有他一文 哪次不簽 請大家踴躍的加入我們日本傳統文化保存協會 他還有那個耶 加入就可以多靠近一點 他嘛你進去就是跟他一對一 就只有他 對 社員間社長 佛佛佛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 這個 日本傳統文化保存同好會 需要大家的關注 需要大家的關懷 他說啥呢 傳了白目 明明這麼保守 明明這麼保守 我最喜歡這種保守的穿索 好的 那大家如果抽到我們的同生們也就記得把它換到主畫面啦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是監援前會 我們有請Sandy 哈啰 是啊 你看他拿著那個鞭子一直甩 然後聊天室就會說打我 哈哈哈哈哈 不然把聊天室的心聲說出來 哦 哦 哎喲 S&M女王喔 真的想要不懲罰囉 各位 做效果 做效果 她好棒喔 很喜歡她在那個對話裡面 然後突然被打開一個什麼TAG 然後她就會像這樣 Rolita實而強硬 實而柔軟 喔喔喔喔喔 就像糖果和鞭子 可愛的私人眺美的權利是 喔喔喔喔喔 然後這時候大家應該 手上是鞭子注視本小姐是糖果 太貴了吧 太貴了吧 太是最強的 可是發現 那個我們絕對領域有點被擋住了 沒有關係 大家到時候呢可以放錢畫面 對 就不會被擋住了 我們剛剛撮片有展示 如果你想要看仔細一點就自己抽 對 我們現在不方便 我們現在有點害羞 我們先把它收起來 對 大家如果想看更多 請接受 有的時候她就蘿伊塔加軍 關加鋼彈 對 她有很多屬性耶 對 很棒很棒 好的 那這邊就是我們這次組畫面的展示啦 是的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來看看 接下來更多的更新情報有什麼呢 喔 喔 接下來是我們的黃金舟必出SS戰型探索登場啦 嗯 那這一次是付費時銀的限定探索 那可以抽到我們的同生梅葉 還有兼元千惠的新戰術型態 是 那他們的機率都有提升 提升 那這次是在第十次會必出SS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十年啊 會必出一位SS 是 那只是 它是機率提升 不是必中這兩位 大家注意一下 對 要注意一下喔 不是必中這兩位喔 是機率提高喔 但是因為有必出一名SS的戰型探索 算是你知道非常的划算 沒錯喔 那我們都講到付費時銀了 當然不能沒有 什麼呢 我們來看下一張 是的 所以我們先開始 禮包 尊絕禮包AB都是要買起來的 沒錯 這個CP值一定是高的 沒錯 因為我們A呢 除了有一萬顆石銀 還會有兩張十連探索券 那尊絕禮包B則是會有一張十連戰型探索券喔 是的 那我們除了有黃金周的尊絕禮包 還有什麼活動呢 我們大家最喜歡的 積分挑戰 耶 第四十九次 Misterious Attack 再打個四十萬 再打個 三十萬 二十五萬 不錯啦 那這也是從明天 四月二十六號早上時間開始 大家可以再來挑戰喔 是的 那大家挑戰還可以拿我們的獎牌 來兌換獎勵啦 好的 那我們以上呢 這邊就是今天的新故事活動特輯的單元